其实我们这代人 我们是以为整个社会会朝向一个越来越个人主义的方式来运转 它不是原子化 是一个更依赖于自己的努力那种 然后人和人的那种关系是更平等的关系 然后血缘的方式会减弱 但过去几年是剧烈的回潮 我们都想都想不到 年轻一代又需要父母来帮他们决定婚姻 我们想不到的 绝对想不到 我就是这个我说我们那个时候 有时候让父母给你介绍个对象 那不太掉价了 对疯了 帮我叫杯威士忌好吗 到了那个程度了 我想喝杯酒他开心 就是我听起来很奇怪 你一个时间感的变化 怎么会导致成一种婚姻感的变化 但是人的行为就是这样的 他对总体生活的感知 他会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他就会对婚姻会对家庭会有种新的理解 对 我们为什么当时就我们读书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那种能力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种自信 我们能够在附近构造出一种爱的关系来 对吧 在一个单位也好 或者说哪怕是在一个公共汽车上相遇碰见的也好 就有这种自信去构造 但现在我们好像丧失了这种能力 这种自信 觉得能够构造出一种能够互相信任的关系 所以就越来越拿这种超社会的生物关系 就去作为一个意义的基础 一个是生物关系 再一个是理性计算了 就是这个门当户对啊 你怎么样 这样通过介绍 通过大量的这个信息对比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运用大数据进行 估计很快也会用大数据进行 那百合网什么这些网都是大数据 是吧 来来来 已经有了 dating啊 是吧 对对对 科学方法来找出那个你匹配的 匹配的人 所以从两个角度看了 一个角度我们觉得那样可能是不是是 一方面好像是经济理性的极度的扩张 就把原来那种很自然的那种爱的感觉 给消灭掉了 这个我觉得是对的 但我觉得一个更切近的一个解释 可能是就是原来那个自信的消失 但你这种自信的消失是 后面也是自由意志的消失 不相信人的这种可能 对 但是我在想的就是说 怎么去面对它应对它 最近也有研究就是说 提出一个有意思的假设 就这个圣女 圣女这个话语和这个房地产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很难相信就是说 房地产有意义的去鼓励了这个圣女这个话语 但是你要从后果看 从客观的联系上看 我们可以说房地产产业是圣女话语最大的赢家 对这个不结婚的圣女的这种高度的恐惧 逼着大家赶快结婚吧 那结婚最大的事情就是买房子吧 对吧 所以这个丈母娘 所以他们创造了某种意义上的贱民一样的 就是啊 然后大家如果你要脱离贱民 你就得买房子这样等等 所以所谓未来的丈母娘是房地产的最大的推动者 所以这个是绕在一起的 那么最大的输家是谁 最大的输家首先是这个父女本身 然后当然是说我认为在精神意义上 所有的人都是输家 而且是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对对对对 道德上对不起父母 然后在价值上被社会羞辱 就是啊 就是说这个事 然后呢 那样下来以后 所有的人对这个生活的理解就变得非常的单一化 所有的人在这个话语面前就都变得非常的脆弱 我们怎么抵抗这件事情 我们怎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重建个人的意义 尊严 一个简单的例子 土著人他不会说一头牛是一头牛 他认为一纯牛才是一个一 只有到近代社会 现代社会以后 你才觉得我个人是一个unique 是独一无二的 要通过这个对独一无二性的追求 我才能够得到自己的尊严和自由 这个是一个相当相当新的一个想法 我个人的觉得这个不是出路 个人的意义和尊严的出路不在于个人 一定是在于关系 没有一个天然的个人尊严的 没有那个东西在那里 你不能够去追求个人尊严 你还是要 帮助他们建构这个事情 对啊 一定是建构的 建构附近 重新去想这个关系 现在的好多这种连接是靠消费形态连接 比如说我是一起开mini cooper的 他们会形成某种联盟 他们也在创造自己的意义系统 但是 好像弱连接变成现在世界普遍的方式 都是这种weak link 那种strong link都很弱 strong link就回到生物学了 生物比成strong link的一个方式 这个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 就是说他就没有中间这个层次 没有中间就是可以你加入进去 但是你可以去协调 要去动员构建出来 对吧 要negotiate的那些东西就没有 那个谁发了一些文章给我 刚看了一下 太可爱了 你说自己在什么视频上 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这什么意思呢 失控是这 就是一开始你多烦在街上 就跟着你 你不觉得别扭吗 那我也一样 我也是更烦的 我现在已经被逼得脸皮很厚了 我总是觉得自己有一点 非常轻微的自闭症 那个人和人的交流 不是我的长相 所以很奇怪的 我做了人类学 可能是因为这样 我才做人类学 就因为我交流的时候 会成为一个事情 所以会在想背后的道理 是不是这样子 嗯 好 这个是江耀 谢谢谢谢 我的朋友 许志源 对对对对对 当时你们对小向什么印象 他去调查的时候 他说他是非大一个学生 对对对 刚开始我们在家里要学做木工 做木工嘛 做生意也不好 是就我的手艺也不大好 真的 最后我没有做 你衣服现在还不会做 不废 后来我洗 大部分江村人不会做衣服 做服装呢 老崔 哎呦 哎呦 2004年的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们台湾有一个朋友 叫陈光新 我知道 对啊 他在那个在新加坡 我的一个讲座上 他介绍我 说就是他说有这本书 然后他说他可能 一辈子不可能再写一本超越这本书了 我当时就听了很惊讶 但一方面我觉得他这是一个 好像表扬的说法 说这个书写的很好 再一个说法 我04年那个时候才三十出头 对三十出头 我说这个说的不太有点太离谱了 这个虽然是赞扬的 这个赞扬的有点这个不能接受 实在不愿意接受 而且我那时候也在做印度啊什么的 就不就觉得这个这个 怎么能这么说 但现在你问我 我觉得真的是有可能 这个对我人生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 是一个不能超越的一个东西 不能超越并不是说 他的思想的深度上 但是他是因为在一个相当特殊的人生阶段下面 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去做的 很年轻 你本科 你对世界充满了一种 比较系统 不仅是好奇啊 有一种 因为我们当时在北大上面有一种比较批判性的那种求知 想知道 想批判 想有知识基础的批判 想进行高高 高无见领 想知识分子 对对啊 有那种冲动在里头 有那种冲动 所以呢 那个然后具体做研究的方式呢 也不是为了发表 也没有是发表的压力 就是完全是放开的 就是那种拥抱式的自己投入进去的调查 然后一下子做了六年 就是你建立这种朋友关系啊 跟他们全纯粹是吃住在一块 就非常自然的啊 不是作为一种调查方式而去做 就作为一种我自己过日子 我自己组织自己生活的方式 就是每个礼拜去 然后有的时候一住住一个礼拜 所以那种方式下 你调查出来的东西 在今后你用一种比较规范的 带有某种目的的 是说要写一个论文啊书啊 我觉得那个可能味道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是一个比较就是古板的人 但这个书里很多人说 就是好像有很多很幽默的地方 我是听得很惊讶 后来一想这个幽默是完全是因为 我经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因为他们的生活很有趣很幽默 生意最好做最繁忙的是什么时候 2000年左右 发展到05年 10年之前还是可以的 后来互联网起来 阿里巴巴起来 我们这个是想做出力出户的 很辛苦的 但是呢科技发达了嘛 现在的年轻人 有好多不接受我们这个老板 那么至于我们现在回来以后 家庭压力也很重 老子 我还真的认得出来 认得出来 其实真好 现在我们我是68岁 回来就是多60岁差不多 那个保险比较贵 一年要一瓦多块钱 没有钱我也得保完 你现在可以加入 虽然年纪比较大 现在要又贵 我爸爸生平花了100多瓦 其实以前的钱呢 该花的话是真实的故事 我怕死来是呀 我爸爸 你再站在我 不过你说从早上出来 跟他们见面开始 就他们有各种东西 他们的困难要跟你表达 他们要不满向你抱怨 这个场景是你之前就很熟悉的方式吗 这次比较激烈一点 比较激烈一点 这个都是跟年龄又是有关系的 当时去浙江村里面临的很多问题 他们自己的定位是非常边缘的 他觉得是我是来自于南方的农村 我在来北京做生意 对吧 就觉得是 就能够做生意 就觉得好像是很不错的一个事了 然后他面临的种种的问题 他就是想现实的 怎么去咬牙去克服 但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 今天我们碰到的 他们是60岁 60岁以上 他面对困难的那个心境 是很不一样 希望消失了 你有很多希望 对对对 他有他的希望 他有的下一步 再赌一把 现在不可能这么想 对 是比较经常 也是一个人 特别在中国做调查一种 因为你明明知道你做不了什么 对吧 所以你 那你听他的时候 你究竟在听什么 你有的时候 你是希望听出所谓的一些理论的含义来 那就是是很不负责任的一种 一种 一种做法 但是说你要直接听他 要寻找解决方案的那个诉求 但你又没办法去应对他 所以是 是一种 对无奈 比较痛苦的一个 包括我们在路上讲 在江村也是当 等于是七八年之后 我们所说的温州精神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温州经验也好 温州精神也好 被极大的缩减化了 在当代的语境里 你觉得如果要更公正的描述这个精神 到底是什么呢 或者说更全面丰富的理解他 温州给外人的印象就是说 他可以在一个体制之外 在没有一个正式资源赋予的条件下面 能够自己发展出来 那浙江村就是它的一个放大 空间上的放大 因为浙江村这个书的一个 最很核心的一个想法 是说你通过市场交易 可以把原来仅仅附着在土地上的 村子上的亲手关系和社区关系 然后通过市场贸易 把它放大为一个很大的社会网络 这样其实你形成一个相对自主的 一个空间 然后你在不同的地方能够互相呼应 在不同的地方 你又跟不同的地方政府互动 在资源调配上 甚至在应对很多政策上面 现在我觉得是温州精神确实是 很多人也说有点危机的状况 因为你完全是说靠自己这种乡徒 关系不同侧面对正式制度进行打动 自己创造那个办法就不灵了 我对新自主这个词我不太喜欢 但是新自由主义这个意识形态我觉得是存在的 就是认为这个市场是万灵一切的解决之道 对然后市场呢它会是一种对附近消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认为附近是一个障碍 因为交易应该是没有摩擦的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 你说在微信的世界 你说阿力配也好 这个阿力支付宝 然后美团外卖 他们都是附近的消失啊 因为附近它是有会有很多层次的感觉 我们现在没有 都是一压子都出去的 是啊 整个附近都消失了 那这个附近到哪去了 如果这么问附近到哪去 那你要去问这个美团外卖 它那个平台的那个设计师来讲 附近对他讲太重要了 对你这个附近的交通的情况 什么时候人流多 什么时候人流少 它要形成一个掌握 它把我们本来说肉体直接感知的 有意义的那个附近 一下子转化为一个数据化的一个附近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蒸发掉了 它是一个转化 这个转化背后是有资本的力量 是一个技术过程 是一个很多利益的重新组合 然后会带来一种新的方便感 我要什么马上来 五分钟突然变得如此之重要 等待五分钟你会非常的不耐烦 那么理解这种时间感的变化 你相信印尼前的事情 都现在很久远很久远 像历史中敲个书一样的事情在发生 但是眼前的五分钟又变得非常的 好像急不可能一切都变得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哲学命题 但就是简单的从这个 人类学的角度讲 总体的一个趋势 大家认为有一个叫 就是说时间征服空间的一个过程 我们原来就是说对世界的感知 首先是空间远近 我和你的远近 然后你原来怎么去描述远近呢 是通过人的行动的 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呢 我们是说是一带烟的功夫能够走得到 这个表现了我和你的距离 这里是没有时间的 是两个行动 那后来呢就是时间 是变得越来越抽象化 工业化时代 大家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时钟 近代的象征 是啊 时钟时间感 就跟人的行为 就是脱离出来了 它不是靠人的行为来描述关系 而是倒过来 是通过时间来规范你的行为 八点钟上班 然后我在东莞调查民工的时候 上厕所是要看着时间去 要调节 因为它是流水线 你知道啊 你要等到那个下一个空格的时候 你才能够跑去上厕所 然后呢这种社交时代呢 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说它的时间不再是线性的了 然后呢 时间也变得比较就碎片化了 因为它不是说八个小时在工厂里上班 你可能两个小时干这个事 15分钟又干那个事 就是很多穿插着这个东西 所以时间的它的一个整体性和线性化 它变得非常的碎片 但同时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的那种时间感又变得非常的强烈 这个时间感 我这里完全是边想边讲是那种假设 这个时间感跟工业时代的那种线性的 单向的时间感可能不一样 现在的时间感呢 它是它要追求的是一种及时性 快递小哥玩五分钟就发吼的这种 这都是新的心态啊 现在就是不靠这个时间来组织你了 然后但是为什么会对这几分钟几分钟又很计较呢 它计较的就是这几分钟本身 不是说几分钟在一个线性时间里面的一个 这是哪一段应该干什么 它要的是一种及时性 马上 它要的是一个立刻 那现在这个技术越来越发达呀 就是说你要是5G什么下来之后 整个的这个交易 这个时间的摩擦会越来越短 及时性的那个要求会越来越高 所以就附近就消失了 包括这种即刻性你说对人本身的改变会是什么呢 就是它一定对我们的这种心理的 personality的都会有很直接的改变 就人会变成什么样的 我就很好奇 包括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呢 似乎是一种反思能力的下降 因为好像一切东西没有距离了 快递小哥马上给你送过来 如果你不能达到即刻的欲望 你会很恼火 这种感觉什么 很恼火 但你不会去考虑 这个快递小哥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它不是一个常规性的一种关系 因为每一次 每一个即刻 那个快递小哥上来都是不一样的人 对吧 换句话说 你就被即刻就推着走了 就裹挟了 就很舒服的被裹挟了 就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方便下 你就咕噜咕噜咕噜 就是一个即刻到下一个即刻 就这样下来 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这种野蛮化 因为我们的这所谓的Civic Virtue 这些东西都是在人和人的这种 相对更长期的关系中形成的 这种互相尊重 互利抱Sympathy 这种同情 然后这种非常快 然后不断地切换 因为你不需要培养任何同情和理解 人会变得非常的 更重新回到野 或者动物性 或者野蛮化 或者说那种本能化 对 就会到 会这个趋势 其实已经开始发生了 我觉得是有可能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再一种 但是也有可能的 就是说 它会有一种 把道德变得非常 情绪化 极端化 情绪化已经发生了 对 就整个社会已经非常的emotional 对 非常高度情绪化 然后他忽然就说会对某一个事情 他会非常同情 非常愤怒 非常愤怒 当然 所以好像也是 会然会有一种道德上的这种outreach 对 好像被伤害了 也可能有 但那个东西又很快就下去了 因为他不能化为他的行动 你说附近周围 其实是有很大程度是你可以介入的 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 其实一个有意义的社会是 很多普通人可以清晰的描述自己的生活 自己生活的世界分析 我们中国社会是普遍很差的 你经常会发现问路 他对周围的世界是一无所知 他在这可能待了很久了 我们是挺弱的普遍 你有这感觉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特别弱 但是你刚才讲到一个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他对自己周边世界没有那种要静影进去 形成一个叙述的那种愿望过来的能力 让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能力和我们前面讲到那个超越的关系 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中国的年轻的学生 你要问他说你这个父母的工作是干什么 你的这个小区 当时买这个房子 买房子是怎么考虑 然后最后这个小区在你的城市里面 是社会意义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然后周边的菜市场是什么关系 然后你的学校是怎么一个过程 他描述不清楚的原因是 他会觉得这个有点无聊 不重要 不重要 因为他觉得重要的是要超越这个东西 他觉得我要考一个大学 所以他对怎么样考大学 他对世界排名非常清楚 然后托福加益怎么考 他对那个系统他会非常熟悉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所谓辩证的关系在里头了 前面我觉得这种超越感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没有超越感 你不会对这个你身边的东西 实践的东西发生兴趣 但现在呢有另外一种矛盾了问题了 就是说他这个他只超越 只有超越 他就没有这个通过超越来回观 回看自己身边的世界 然后这比身边的世界成为一个要抛弃 要离开的一个东西 你看有时候他们不仅要逃离自己的生活环境 自己的小区 他们还要完全逃离自我 他们喜欢对大的事情发言 就是他们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矛盾 一方面每个人都非常强调自我 但同时他那个自我又是一个集体型的自我 实际说的我们说那个大的那个自我 对这个与其说是矛盾 不能说是分裂 因为每一个个人 其实我们不是说一个封闭的 一个自在 自为的一个一个主体一个生物体 而认为是无非是世界上很多要素的聚合 一个临时的聚合 在历史条件下的聚合 个人确实是有很多层次的 一个就是纯粹的自我的个人 然后有一个是作为一个很大集体的一个载体的一个人 所以现在你讲到的这个 我觉得一个矛盾呢 就是说 本来这多个层次的个体应该 当然中间是有紧张关系的 是有矛盾关系 但那大部分时间应该是整合在一起 但现在他有个断裂 有个断裂 就你讲的 他就是说 一个自己存在原子性的个人 有的时候是关心 然后呢 有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跳出的 一个一个对很大的一个 一个事件 做很宏大的评论 但是他对中间这一层 对附近 所以我最近写一点东西是关于附近 附近 对这个附近他没有兴趣的 他只对他家里头 或者让我传世界 对 两个极端 是 然后这个是附近的这个消失 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总体的来讲 现代社会 它都是有一种趋势去消灭附近 说八十年代 你的整个青春期是文化热的时候 很多是文本上的东西 书写的 但是你好像对那个实践的知识 更兴趣更强烈 这个我现在就这个没办法去证明它了 但首先你说的是很有道理 我对文字的这个距离感 很多人都表示惊讶 他不相信我 我就刚才说 其实我阅读是很差的 一般知识分子说 他的阅读给他一种心灵的平静 不仅是说智慧知识上的这个愉悦 我没有那种感觉的 有的时候有 但大部分时间我阅读其实比较痛苦 这个可以是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呢也是可能是一个好处 是什么好处呢 文字它都是成型的东西 所以我对成型的东西呢 觉得不够有魅力 我从小长大的时候 我的大人们聊天 我觉得温州人呢 因为他不断地去做生意啊 不断地想办法 而且那个 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国有经济 基本上不存在的 然后大家都去想办法谋生路 所以他那个实践是非常多样的 然后大家坐下聊天呢 大家都在讲自己在干什么 是吧 他说我在做打火机 然后说 随随随随在桥头包了一个摊位 他都讲自己怎么做生意 非常具体 非常具体 因为他是讲他自己的事情 在进行中的事情 所以他那种实践的 那种未成型的人们在不断摸索 要找出一种办法 让我体现到这个 就是实践当中的那个知识的美感 那就很有趣啊 你这生活中小时候一边 是这样的充满了实践的技能 这些谈论 但你之前也 也讲过一点点 你的外公又是一个有点疏离的人 他跟时代有点格格不入的 他是那种旁观的人 是是 这种两种是怎么 是什么样感觉 但很有意思 你这个我都乱没有想过 今天坐在这个欧江边上 欧江边上 你勾起这个童年时代的再分析了 我外公他是一个比较有疏离的人 但是就是他本接受的这个正式教育 我不知道多少年 但不是很高了 因为他的父亲比较特殊 就让他看到你外公的父亲的名字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很好 他是最早一批就清末政府公派 到那个日本去学习的一批这个学生 回来以后就带了很多这种日本海军的这个教科书啊 铜的这个纽扣啊什么的 结果在家里都都很有用 所以小孩的衣服就是所有的扣子都是小小的衣服 大大的日本海军铜扣在街上走过 然后在他那个这个东西可能给他造成了一种 就是说超越现实 他总之外面有一个很大的世界 对 具体是什么意义不知道 他是超越 但反正是说提供一个空间 意义空间 然后我们住的地方是温州的一个相当底层的一个城市社区 是码头边上的 总的来讲是在那个环境下面呢 他就好像是很有距离感 很有距离感 然后他的距离感表现出一种 以他自己的礼仪来带人 对别人发生的什么事情呢 他也是非常愿意做评论 对着 然后我就老跟着他 我是他最大的听众 这个对我蛮重要 这个就因为你对实践里面那些知识感兴趣呢 你也一定要有一点距离感 你有点距离感之后 才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 你要完全被抛进去 那我就想着我怎么去乔头 赶快买这种纽扣 赶快去赚钱了 对吧 你一定要有一个 坐在我面前的本来应该是个温州的年轻的商人 成功的不错的商人 是是是是是 那概率是更大的 对对对 从这个 纽后厂厂长 对 统计上看 大部分人是走强尿条路 那是真正转到实践中心了 那我为什么觉得那个是实践里面 我刚才说的是有个美感 这个美感是确实是要有一定的距离感出来 就是你要有一个转移过程 就是说那距离感跟超越感呢 意味着某一种优越感 其实是给你一种感觉 你能够控制这个生活世界 你不是说生活世界完全在主宰你 就是说虽然你可能没有钱要挣扎 但是至少在精神上 你可以去从上往下的去看它 你觉得你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 在看这个世界 其实相对温州这样的经验 还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很好的总结 是 怎么去理解它 是 对它被简化成这么简单的一个经济故事 对对对 比方你像电视剧 对 就是吃苦耐劳啊 其实比这复杂多是不是 要复杂 对 而且我们现在要富于外在意义的那个冲动太强了 就是你要去歌颂啊 或者说就是要去批评它是落后啊 嗯 但它事实肯定是比较复杂的 跟出来的 只是要复杂的